金牌羽一 艾葉一條根 強腰塞 散寒濕 解勞淚 萬寧獨賣 小豪子曾志豪在《大紀元》的專欄不敢說今期的標題是 遲到的正義好過無道 上訴庭裁決香港電台《頭條新聞》節目的獄警指控全部不成立 為這件案而上訴的港台工會和香港記者協會的申訴成功 而同樣提出上訴希望證明《頭條新聞》有錯的通訊局就敗訴而回 截稿前還未聽聞政府有再次上訴的決定 所以這一分鐘《頭條新聞》的歷史定位就是一個清白無罪之身 沒有任何專業失當 也沒有獄警的成份 這個案件一眨眼就已經四年 有節目和人數過這個算是1569天之後的一個清白 從2020年開始 節目的警方信息以及無品芝麻官被指獄警專業失當 期間試過上訴 裁定節目沒有專業失當 但仍然維持獄警指控 工會和記協都不服繼續上訴 最後就是今天的結果 連獄警的指控都被撤銷 所以說如果當日沒有工會和記協揭移不捨 也就不會有今天的遲到正義 有人說已經2024年了 《國安法》23條都立了 今天才判頭條勝訴 還有什麼意義呢? 我這樣理解 如果實際角度 這個勝訴的確是沒有作用 因為人事都不能復生 節目結束也不能復活 香港電台是不會重新聘請我們這些清白主持 也不會再做頭條新聞 又不會公開致歉 感謝我們的付出 所以用這些實際的角度去考慮 的確是沒有作用 但這個判決還是有價值的 千秋功過 歷史評說 這個裁決等於告訴後世 《頭條新聞無序》 由開始到結束的一天 這個節目都是專業製作 認真演出 你可以不喜歡 但就不能說我們的傳媒工作不專業 這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沒有這個上訴 再過十年 當後人說起頭條新聞 就會以為這是一個諷刺時事的節目 但因為質素欠佳最後被裁定專業失當 侮辱警察 十年後或二十年後 世人未必會知道當時的背景 更不會知道是強權逼押 只會看到的結果是這個節目專業失當 所以實際意義上 裁決保證頭條有一個清白的歷史定位 還有更重要的價值是 這個不是單單為頭條新聞而上訴 而是為所有傳媒工作者 為傳媒的評論功能上訴 裁決明白表明 一個傳媒諷刺批評政府 不論是批評哪一個政府的部門 也是合情合理合法 而並非侮辱煽動 裁決也表明 評論的時候 並非一定要把所有其他不同觀點的人 都硬塞在同一個平台才叫公運 應該接受某一次評論可以獨立持有自己的意見 這是為傳媒工作設立標竿 情況就像鏗槍集的蔡玉玲 她查冊721的涉案車牌 這樣就被政府控告 她堅持上訴到底 為的並不單是她自己的清白 而是要證明傳媒是有權去查冊 這個定位是不能讓步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考慮 上訴庭對頭條新聞的裁決非常重要 當然現實一些 即使證明傳媒是有監察的權利 但是今天的香港又有誰敢用啊? 你看鄧炳強保安局長 多次警告傳媒的專欄評論 說是怎樣怎樣實實、污衊 就連外媒的報導都要用來反駁批評 這種氣氛是過去從來都未曾出現過的 這麼大的壓力 都真是很難做新聞、很難做評論 所以回想頭條結束 其實都是一個漂亮的收尾 壯烈成人 總比久活更自在 遲來的正義 其實就是討論一個說法 在某程度上 平反六四的訴求 亦都在這個範圍裡 你去想想 今天如果共產黨突發慈悲之心 平反六四洗脫了學生暴徒的定性 也不再指控他們是反革命 你會覺得有意思嗎? 趙紫陽都死了 鄧小平又死了 司徒華又看不見了 或者天安門母親 有很多位都已經等不及 你說這個平反還有價值嗎? 當然有 大家必須要認識到 這種歷史定位的重要性 你才會明白 事過境遷的平反 上訴的意義 在這個新香港 這個勝訴 是完全不會改變混濁的現狀 但最少它可以帶來一絲期盼 雖然遲到 但至少 正義沒有缺席 本部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 志在指出相關制度 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 目的是促進糾正或取消這些錯誤或缺點 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 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 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所以